后期你怎么做的 不不不 我先不管后期她是怎么做的 我先把前妻的事梳理一下 我现在稍微有点迷糊 你陪你闺蜜去相亲 结果你们俩好上了 是吧 她追到我当时 就是追了我有一个多月吧 那也很正常 相亲嘛 她追你 她没看上你闺蜜 这也没什么 我其实好奇的是说 既然人家是你的好闺蜜 对吧 你们俩看上了也没什么事啊 为什么不告诉人家呢 因为吧 当时是我闺蜜跟她相亲 不是说我再去相亲 因为这头是我好姐妹 那头是我对象 我没法去说 不是 这有什么没法说的呢 后期就是她就是怎么说 一直跟我对象发信息 我挺不乐意 挺不情愿的 接下来我就问了 人家给你发暧昧短信 你为什么不说我有女朋友了呢 因为当时是和闺蜜相亲 不是 不管跟谁相亲的 我有女朋友了 我就告诉她呀 我管你们俩是闺蜜还是什么呀 那我推测 我出于她俩是好姐妹 不想伤她俩的感情 那我就推测你跟她闺蜜也还挺暧昧 要不然她闺蜜傻呀 你一个动作都没有 又逛街吃饭又什么还都叫着你 她是不知道我们俩在一起了 才能不能叫她 对呀 她不知道你们俩在一起了 她要追你 她追你 那你应该有明确的态度啊 你还是暧昧了吧 不是 当时吃饭的时候 只为我礼貌性跟她说了几句话 你这礼貌性还挺有魅力的 那总而言之就是你为她丢了闺蜜 是吧 后来吧 我就觉得 我因为她 我这姐妹我失去 就是说我选择 我就觉得挺重视这段感情的 但是你的重视法主持人 你知道一个男人在外边 一天五十块钱能够活吗 五十块钱 我给你二十块钱都不错了 我总需要 我一个男人在外边 我有同事 有朋友我总需要有面子嘛 对不对 你总有说的 后期你怎么欠我的呀 我怎么骗你了 在你手机里看 你跟你个女同事 各种暧昧的短信 什么宝贝啊 亲爱的 那是我一个普通同事而已 只是关心留几句而已 他在短信里说 说我对象是母老虎 我想找一个就是跟那个 他一样的女朋友 温柔善良的 什么话呀 我没有说他温柔善良 我只是说他挺 通行达理的 你们俩单独出差 怎么回事 固难刮女的 因为我是餐饮 领帮我们需要晚上生 当经理培训 我们这两个人去的 我们也没有发生什么呀 为什么说你 什么也没发生 谁能信呢 一路上在火车 我们就聊聊天 聊到生活 聊聊感情 聊到你了 你刚才再过就算了 聊到你之后 我同事也没有说你什么呀 他反而会说 你们在一起聊 就要感情好好的 不要总争吵 结果你呢 他按的什么心啊 他当然按的好心 如果坏心 会这么劝我吗 我回来之后 一五一十 一字一语都告诉了 结果他就说 我那肯定有什么事情 后来他跟我说分手 我当时来气 当时我也分手了